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央视评选大荧幕武侠故事,四选一,肖战射雕再列。 近日,央视公布了一份备受期待的武侠故事名单,其中肖战的射雕英雄传,侠之大者也未列其中。 这份名单包括了多部备受期待的武侠电影,如射雕英雄传,侠之大者目中无人二入行入阁和刀,四选一。 这些武侠故事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内涵,还展现了侠义精神的魅力,让观众们期待不已。 作为一部英雄史诗射雕英雄传,侠之大者不仅是一部讲述江湖恩怨、权谋斗争的作品。 更是一部关于人性、家国情怀和英雄信仰的影片。 在这部影片中,观众们将看到一个真正的英雄如何为国为民,如何在大是大非面前坚守自己的信仰和原则。 同时,影片中也探讨了乱世之苦难与英雄之真意的对比,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英雄和侠义。 在这部影片中,肖战饰演的郭靖是一个备受期待的角色。 郭靖是金庸先生笔下的经典侠客之一。 他有着朴实、真诚、勇敢、坚定等优秀品质,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侠义形象。 肖战作为新生代演员,虽然经验不如一些资深演员丰富,但他对角色的理解和表演却非常用心和到位。 相信在肖战的演绎下,郭靖这个角色将会更加生动和立体。 也会让观众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感受到这位经典侠客的魅力。 除了射雕英雄传、侠之大者之外,其他几部影片也是备受期待的作品。 《目中无人2》是一部讲述复仇故事的影片,主人公为了寻找真相和为亲人报仇,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旅程。 《入行入阁》则是一部讲述武林高手的故事,主人公在面对各种挑战和危险时,展现出了非常高的武艺和智慧。 刀则是一部讲述古代剑客的故事,主人公在面对生死和名利诱惑时,坚守了自己的信仰和原则。 这些影片不仅有着紧张刺激的情节和精彩的打斗场面,更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人文关怀。 它们展现了武侠世界的魅力和侠义精神的内涵,也让观众们更加了解了这种文化传统的价值和意义。 武侠片一直是观众们喜爱的题材之一。 《仗剑天涯》的侠义故事是许多观众期待的题材类型。 这些电影不仅展现了中国武侠文化的精髓,更展现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。 它们激励着每一个观众,在现实生活中也要有勇气,有担当,做一个真正的英雄。 对于这四部备受瞩目的武侠电影,观众们最期待的是哪一部呢? 这或许因人而异。 但是,无论哪一部电影,只要能够展现出中国武侠文化的魅力。 让观众们感受到侠义精神的震撼,就都是一部值得期待的佳作。 总的来说,央视评选大荧幕武侠故事的四部电影都是值得期待的佳作。 它们不仅展现了武侠文化的魅力,更展现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。 观众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最期待的电影。 而对于肖战饰演的《郭靖和射雕英雄传》《霞之大者》,我们更是充满了期待和憧憬。